今天天氣變冷了 你猜猜我們要準備什麼呢 我們準備了米酒 雞肉 麻油 麻油雞 好啦,過完了 我想說先生沒事來幫他削削皮 好,我們現在來準備 我們今天來做 米酒 我們比較喜歡喝純米酒的 那其實蒸發過後 湯會變非常的甜 所以小朋友也是可以喝的 其實我那時候煮完揮發掉之後 其實就都可以用 最主要是他的薑片 我發現 我削了皮之後他變得比較滑 自己餓雞 對 那我今天就把這些薑都弄掉 因為我發現我們薑啊 都會剩 每次放太...就是 每次就是放著他都會長 都快變一零隻草了 對 對不對 今天薑很重喔 對,今天薑很重 好 現在是兩副 兩副 兩副雞腿肉 兩副去補雞腿 雞腿肉很厚喔 嗯 這Costco 就是Costco買的 然後我這次買 其實 一包裡面 一包裡面有兩個雞腿 然後一包的話 差不多落在 80塊 80塊 嗯 嗯 我借這個下重 所以你這樣子其實才160而已 對啊 你把這個油要把它修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 你要修掉嗎 對啊 就... 把它丟掉 這個如果是我媽用的話 他會 下更多種 他都喜歡到市場去買那種 他是四副耶 對啊 哇,很多耶 一包是兩副啊 所以我才問你兩包都要下 兩包下兩包下 嚇死他 所以這樣 這樣160很划算啊 不然我媽都 我媽的話他都會到市場去買那種 土雞 土雞 對,土雞好貴 土雞一個雞腿啊 哇 兩三百耶 那我說真的 當然是用茶啦 對啊,那當然 對不對 這樣蠻多的 對啊 這樣子其實就還蠻多的 對啊,這樣子其實就還蠻多的 但 但還好我們分兩天吃 分兩天吃還好 就說今天要走重本路線 因為其實像這種 麻油雞的部分啊 我們去到外面 其實一碗那個雞腿 有沒有 一百百耶 麻油雞腿 一百八 加個蜜餡 兩百 雞腿是只有棒棒顆的 對啊,還沒有高麗菜 五份 那我們今天就用整顆 整顆 好不好 這樣子 一次做完它 但是我覺得我這樣 鍋子會太小了 不會啊 我們用湯鍋啊 我們這樣明天還可以吃耶 一定 我剛才知道明天一定可以吃 這要吃個兩餐才會划算耶 對啊,今天下重本 對,今天下很重本 我剛才去 去那個 全聯 無緣無故就買了八百多塊 還不包括米酒 對啊 不包括米酒 米酒就買了一百五了 對啊 高一看 一定 我們家不吃梗 梗已經夠多了 不需要再吃梗 然後會把外面的那個葉子在 比較粗的 不漂亮的 其實我告訴你 其實我覺得這一組菜蠻漂亮的 這一組算蠻漂亮的 就拿出這一個就好了 好 切碗 超多 超多 有點重 哇 對 然後現在來煸麻油 嗯 那個 煸漿 煸漿 煸漿地帶 好不好 冷 冷鍋下去 對 就是不用 不用等它熱 就直接冷油去煸它 對 麻油可以多一點齁 你開始吃的時候 你想要那個香味 再煸它的 好啦 現在就是讓它煸 煸到這個 醬油點卷虛之後呢 我們再來下一個步驟 好不好 其實我的這個做法真的超簡單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可以來試一下 超簡單 麻油基本做的 嗯 就冷油跟 其實我的準備才到就是 那個麻油跟 麻油 薑 雞肉 米酒 哦 差不多有點捲曲 捲曲了齁 好 其實這個時候啊 這個麻油已經混了很多的醬味 哦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來 煸雞肉 哦 煸雞肉 好 對 但可能啦 整個下去好了 通常我會跟大家講說 就是往皮下 這樣子 對 但是我真的太多肉了 好不好 這個肉大火 這麼多肉 真的 我只要把它平均分布在上面 哦 然後每一塊都煎得到這樣子 就完美了 所以就先煎它 對 煎它 好可憐哦 先煎 就這樣 我們沒有 那個薑已經先煎打過了 然後再換那個 那個雞肉 對 好 那就先要把它煎熟 對 煎香煎熟 其實我告訴你 主要是煎香它 因為 我們到作息 在煮的時候 其實也是 也是會再繼續滾它 差不多這樣 它在雞肉 你看 其實 它在自己看 對 很有彈性的 對 好 我們不需要把它煎到完全熟 因為我等一下在滾的時候 會把它滾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了 好 來 米椒 一瓶 全開小火 有時候怕大家 就是有時候不小心 火 火紋太大的時候 倒米酒的時候會燒到 嗯 所以我就整瓶米椒倒下去 這根本要小心 然後再把火打開 開大火讓它滾 滾起來揮發酒精 揮發一下它之後 然後我就換鍋子 先轉小火 好 這雞肉桿也超多的耶 看起來很嫩 有沒有 酒味好重 繼續滾它 繼續 我們都是一定要滾到 完全蒸發 掉 才會給小孩 對 沒錯 繼續加酒 喔耶 其實這個時候如果你想要讓了就是 你的 青菜進來的話 你知道 等它滾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先加青菜 我先加兩瓶 因為呢 青菜下去的話會滿 對 那這個東西呢 這位好朋友就可以先下去 如果有枸杞紅棗的話 把它泡一下 然後剪一下 就可以讓它下去了 好不好 不為什麼 看起來好看 對 而且枸杞 冰封對眼睛都好很多 嗯 對 放多少都沒關係 好不好 因為菜啊 就是讓它爛 所以呢 不怕說太爛 因為我們家自己是比較喜歡吃那種 很爛很爛的高麗菜 所以我都會就是 對 菜爛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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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爛齁 不要爛菜 要菜爛 對 對 我們最想要用的時候 最想吃完再菜 那我就整顆 對 弄給你 對 沉下去 那料咧料咧 料最後 好 我們先把菜弄好 好啦你看 滿滿的齁 滿滿的菜 這我們就是菜湯 哈哈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再把最後一瓶瓶就倒進去 好 蒸著它的量 好 然後大家在那邊滾個十幾分鐘 20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呢 就看大家可能自己想要加什麼 呃 加什麼調味料 我可以加一點鹽 或是你也可以加一點冰糖 就好 沒錯 因為其實它裡面就滿甜的 然後自己大家看口味加囉 好 好 好